这就是我今年觉得形态最有意思的笔记本 合开的时候看过去平平无奇 但是别急 打开 再打开 哎嘿嘿 没想到吧 笔记本也能三折叠 实现上下两块等置寸的双屏 没错 这一台就是GPD的最新丽作 GPD Duo 作为以出品UMPC和掌机而为大众所熟知的厂商 GPD已经有一阵子没有发信物据了 不明则已一鸣惊人 这一次带来的这台Duo 在笔记本的形态基础上实现了双屏 视觉冲击力这一块真的是非常足 下方的屏幕是传统的利轴 约145度开合 上方的屏幕则通过一对角链连接 可以360度旋转 而且这两块屏幕全部都是触摸屏 配合之下可以实现非常多 传统笔记本难以想象的玩法 例如你可以把屏幕反过去 则是从正面看 就是一台普通的13寸笔记本 背面可以关闭显示 也可以放一个动态壁纸 也可以将下屏合上 作为一个平板来触控使用 更有意思的是上面这块屏幕 不只可以显示电脑本机的内容 侧面还有一个C口 支持DP信号输入 笔记本在不开机的情况下 上屏也可以作为独立的屏幕 给其他机器使用 触摸屏的信号也可以回传 官方宣称 正式出货的机型 还会支持Switch信号输入 显示效果方面 GPT Duo配备的是两块 完全相同的是3.3寸 16比10比例 2880×1800分辨率的OLED触摸屏 均有镜面覆盖 上屏的亮度有左色的按键单独调节 下面的主屏则游系统调节 两块屏幕的最大亮度 均为388nit 亮度均一性做了不错 HDR开启之后 局部最大亮度 可以达到599nit 全屏亮度414nit 加上镜面屏 亮度是足够使用的 色彩方面 上屏达到了100%S2GB 和Doble RGB覆盖 98.9D赛P3覆盖 主屏则为97.2A2GB 和98.9D赛P3 两块屏的色温都在6200K左右 偏暖 机内并未搭载色彩管理 因此色转表现比较拉闸 实际使用中 两块等大小的屏幕 对办公日用的提升确实不小 我自己写稿的时候 是需要一边看数据一边写的 单屏就得来回切换 双屏的提升确实很大 最大的遗憾 其实是屏幕的刷新率 两块均为60Hz 办公日用足够 但对游戏场景不太友好 而且上下两块屏幕的控制板 都放在了中间 导致上下屏的连接处 被做得很宽 视觉效果上有所欠缺 目前的工程机 在屏桌上也有很大提升空间 下轴屏轴被调得非常紧 单手无法开合 但打开双屏之后 又摇晃得比较严重 而且因为采用铝合金纤C和玻璃覆盖 两块屏幕的重量不小 展开之后 重心非常靠外 好在A面提供了一个折叠支架 撑起之后基本不会摇晃 也不会再出现倾倒 而上面的屏轴 向后反转是收不紧 而且转动时有异象 不过我这一台是比较早些的工程样机 官方表示正式出货的版本 会对平轴进行再优化 有待后续的观察 外设方面 GPT Duo的键盘手感很接近MacBook 键程不长但反馈清晰 手感说不上特别好 但属于我打字的时候 不会觉得厌烦的类型 出门版的面积不大 但居然采用了不少品牌 万元价位轻薄本都没有给到的压杆触控板 左右两次还分别给调节亮度和音量 可惜的是我手中这台工程机的调教 有些难以公为 明明是压杆触控 反馈却被调得像普通消消版 房屋出座的一般 还存在一些触发和反馈的bug 希望正式出货的机器能够调好 不要失掉原本的硬件优势 接口也是多了一大强项 机身左侧是3.5mm麦口 SD卡槽 两个Type-C接口 其中一个是40G的USB4 一个是10G全功能 右侧是两个5Gbps的A口 支持指纹识别的电源键 机身尾部还有一个RJ45接口 一个OQ-Link接口 和HDMI接口 这个拓展性确实是惊为天人 数量 种类 质量都很高 尤其是这个角落里的RJ45 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真是大吃一惊 这个拓展性 都已经超过某些品牌的18 甚至16寸游戏本了 整机除了地面为塑料材质 其余的机身和两块屏幕的背板 全部藏用铝合金CMC工艺 表面扬机上色 个人认为 是目前Gbd推出过的所有产品里 质感最好的一个 其实放到广大的笔记本市场里 也算是很能打的 不过也正是因为全部都是铝合金 加上两块屏幕的镜面 这才13寸的Gbd多 重量来到了足足2.27kg 厚度26.5-26.7mm 已经达到了16寸游戏本的身材 比我之前测试过的 16寸的SyncBook 16P还要重和厚 即使当作一台电脑 加上一块便携屏来说 便携性也不太理想 说到这 我们也就来看一看机身重量 另一个来源 Gbd多提供了两种处理器配置 我本次拿到的 是搭载最新的AMD AI9HX370 搭配64g内存的顶配版本 跑分当中 Gbd多在前五轮 可以维持53W左右功耗 核心温度缓慢上升到接近90度左右 此时分数维持在22000分左右 随后功耗下降 并稳定在35W 但因为HX370恐怖的多核心能效比 跑分依旧遥遥领险于60W的365和8745H 综合来说 Strix Point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贵 以及搭配独显时 游戏表现倒退 其实是最适合做核心权能本的 但可惜的是 大部分用户 只会在AMD既比英特尔强 又比英特尔便宜的时候买 冲高对于AMD来说 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从图中有不是像恶龙的转化 并不是特别顺利 而在显卡方面 HX370搭解的16CU Radeon 890M 在发布的时候 就表现出了相当不俗的性能 在几轮显卡驱动更新之后 跑分和游戏表现也都有提升 测试5W以下 Time Spy的分数提高了不少 高功耗段则有些下降 度有的散热 没有天选Air那么充裕 也是原因之一 实际的游戏当中 度有的HX370 35W下 最近可以碾压65W的8745H 3A游戏的帧数 轻音色的更高 网游表现大部分也更好 只有CPU特别敏感的CS2 还是略微落后 而25W的功耗节点下 对比我首发式测试的天选Air 游戏表现综合提升了3.18% 大部分游戏都是正向提升的 但最终幻想14 和CS2对比之前有所倒退 这是因为 AMD在Streets Point上 效仿英特尔 开始做CPU核心动态关闭 低功耗下 会关闭一部分的CPU核心 以降低功耗 从而保障核心的频率 而在新的驱动当中 这种策略被调整得更加激进 对于大部分游戏而言 显卡的频率更高 确实可以带来更好的帧数 低功耗下 它们虽然分数上升 也正是因为如此 但对于CS2 FF14这样的游戏来说 原本的核心性能 已经不构成平静了 限制CPU性能 反而会降低帧数 本质上 就是总功耗不够的时候 保CPU还是网核心 简人简之 我是比较支持 目前这个策略的 另外 我这台工程样机 还支持将内存开启到 8000MT每秒 内存读写效能 有了小幅度的上升 此时在中高功耗段的跑分 还有一定的提升 最高可以达到3816分 比默认的提高了100多分 但在15WiG以下 因为内存频率变高 内存控制器压力变大 低功耗段的表现反而会更差 算是由舍由得 35W功耗节点 8000MT每秒的游戏帧数 对比7500MT每秒 综合率提高了2.07% 主要来自3A游戏 以及网游当中 比较吃显卡的游戏 CS22彩虹6号 以及COD两兄弟的帧数 对比7500MT的时候反而下降了 和刚才的驱动优化一样 都算是有舍有得 看完了游戏性能 我们也来看一看 度尾的内部构造 拧下地面的所有螺丝 和屁股上的两颗之后 就可以打开后盖 低颗下方有一颗 中量不小的铜板 应该是用来配重 保持机身平衡的 机身内部布局 还是比较紧凑的 上方是双风扇 双热管散热 均热的铜片 覆盖的内存和供电 齐片和风扇都是一大一小 小风扇的叶片 看上去不是很乐观 实际的散热效果上 26度室温 平放单口FPU 处理器封装功耗 最终稳定在35W 大核心3.1GHz 小核心2.3GHz左右 核心温度只有67度 非常凉快 此时表面有比较明显的热感 不过也没有到烫手级别 热源面积主要集中在 键盘中部上方 最热的区域也只有41度 键帽区域平均温度只有34度 此时噪音45.6分贝 也不算特别大 但因为风扇尺寸较小 所以声音非常尖锐 听感并不好 Biosnake可以进一步解锁功耗 解锁之后 整机FPU最高功耗 可以来到56W 核心温度90度 不过个人认为 必要性不是特别大 35W功耗下的HX370 无论是CPU度和渲染 还是核显游戏 都已经非常强了 不难看出 度尔的核心散热能力非常强 甚至完全溢出 但因为风扇的问题 噪音的听感很不好 高负载的使用体验比较一般 比较期待后续第三方散热改造方案 这也是GPD的传统异能了 回到机身内部 CPU下方就是2280盘位 右侧还有一个2280长度的M2盘位 盖在IO接口上方 13寸双2280 这个拓展性确实让人看了汗颜 但考虑到整机的厚度和重量 倒也不令人称奇 不过硬盘和IO接口 同时高负载的发热问题 有点后续观察 左侧是板件的网卡 型号是AMD平台少见的HX210 是不错的网卡 下方是标称80瓦时电池 实际通过软件可以看到 容量有84瓦时 GPD这一次确实给满了 而且不能速度也不错 实测可以维持54瓦充电速度 70分钟就可以冲入80% 之后才逐渐开始捐流充电 实际的续航就比较有意思了 默认开启两块屏幕 而且在上屏放上浅色画面的时候 PCMark 10跑分只有6小时57分钟 但如果关闭上面的一块 只保留下屏 续航跑分 立刻就可以来到13小时32分钟 比同样80瓦时的天旋Air 还要长接近两个小时 ODA的屏幕 原版功耗就比IPS高一些 而两块ODA的屏幕的功耗 对续航来说 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两侧是体积庞大的扬声器 多本次出场就配备了DTS调音 放在音乐模式下 音质出人意料的还不错 此处实陆外放对比 音质出人意料的仪式耗 音质出人意料の灯 音质出人意料の灯 总结环节 Duo是一台设计思路和实现 都非常激进的产品 不同于以往的笔电双屏思路 GPT采用的最暴力 也是最直接的 加一块屏幕做成的三折叠 怎么折都有面 CNC圈铝扬机的机身质感非常好 手感还形容了键盘 搭配上压杆触控板 外式质量也不差 再加上大满贯的外部接口 和内部双盘位 超大的电池容量 以及软硬件都下了功夫的外放 即使抛开三折双屏 Duo本身也是一台下料非常狠的笔记本 但在完整度上 目前我手里的这台工程机 还有不少有待完善的点 触摸板的调教欠了不少火候 对于折叠屏来说 最核心的屏周也还没有调好 期待后续的大货能够进行完善 以一个更成熟的姿态交给用户 说到这 也就不得不提价格了 我这一台搭载HX370 64G内存的版本 京东售价11999 另外还有32G内存 16G内存 以及8840U的配置可选 入门版起价7999 作为一台核线本 这个价格 即使对于一线品牌来说也不算便宜 虽然我知道HX370确实很贵 而且这一套双欧带的镜面屏 加上CFC全旅的机身也不是小价钱 尤其对于GPT这样的小商来说 从零开始 研发一套私有模具的成本非常高 但多欧依旧注定是一台 小众中的小众 给极少部分人享用的机型 不过我想GPT自己也知道 我欣赏的 也正是他们一直愿意 捣鼓各种小众 而有意思的产品这一点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有意思 不妨点个免费的赞 觉得有帮助的观众 也欢迎长安点赞 一键三连 接下来 频道还有更多 更有趣的内容带给大家 感兴趣的观众可以点个关注 我是麦香妮的MITSU 我们下次再会